這是煮湯嗎 煮湯 絕對不能放到餡裡是什麼 湯不能太多 不是 這個水滾 我趕快把火關掉 關掉那陣頭了 什麼都不能放 尤其是鹽性的調味 都不能放 你就用泡的 用泡的就可以了 讓它熟的時候 讓它熟就可以吃 對 讓它用泡的 我覺得是 它其實弄得好像八分熟的口感 沒有 因為你泡在熱湯裡面的話 它確實 所以這個豬肉要咬起來 是軟軟的對不對 軟軟粉粉的 有一點帶脆脆的這樣子 好 那我現在就 小黃瓜進來 粉嫩彈牙 對 那薑絲了 放一部分在這個裡頭 那我這邊的話 現在不要急著調味 可是鹽巴放哪裡了 在湯碗裡頭 湯碗裡頭 放在湯碗 對 然後把酒進來 酒進來 酒也放在 酒也放這邊 然後兩湯匙 其實就衝進去而已 衝進去就可以了 對 可是它這個 超級很大 你不會想到的 對 想不到 真的 想不到的 這樣就熟了 這麼快 對 它用這個 想到就不用拍戲了 你看 好可憐 這形狀 氣不氣了 這樣比較乾淨 氣不氣了 這樣子會有粗乾的味道嗎 等一下看著就吃到你們的味道 剛剛好一碗 剛剛好一碗 好棒喔 謝謝 加油 豬乾湯是不是可以用胡椒 可以 可以加胡椒是不是 對 一點點 好 可以加胡椒 這是豬乾湯的米味 豬乾湯 和 小黃瓜 炒雞湯 不要爆炸 現在完成了 謝謝 謝謝 謝謝